現在連漢堡王都學壞了 看它的外觀呢 真的有滿滿的香菜呢 你吃下去 馬上就有香菜的味道衝進來了 而且是衝著萬馬奔騰 為什麼要推出這種很罪惡的東西 嗯... 嗯... 這個香菜量是怎麼會吃 這是在吃香菜吧 香菜才是本體吧 就是蠻好吃的耶 那如果你是香菜控的話呢 估計可以給到個9分以上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又來到我們的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今天呢要開箱的新品 非常的厲害 相信大家應該還有依稀記得 就是我們前陣子有開箱一些 像是必勝客 還有21世紀 都有一些鹹甜鹹甜 奇怪口味的新品 現在連漢堡王都學壞了 在昨天呢推出一系列 讓人覺得沒所思的產品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古早味花生香菜順帶 還有另外一個呢是漢堡 花生香菜 掛包烤牛堡 直接變成西式掛包耶 超級奇怪的 不敢想像 等一下吃起來會是什麼樣的樣子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去點餐吧 好啦 那我們的餐點呢已經到啦 這樣子買起來呢 總共是138塊 那漢堡的部分呢是99塊 然後聖代的部分呢是39塊 我覺得其實聖代的部分的話 這個份量39塊 還算是不錯 不過漢堡99塊的話 就覺得稍微好像有點小顆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內容物 那先吃吃看這個聖代好了 看它的外觀呢 真的有滿滿的香菜呢 然後它的花生粉的部分 其實沒有到很多 大部分都是香菜 自己本身對香菜呢 算是一般般 就是可以吃 但沒有特別喜歡 所以給的評價應該算中肯吧 吃囉 只能說 這個聖代呢 如果你是香菜控的話 絕對會愛死 但如果你不是香菜控的話 基本上應該不會喜歡 因為它的香菜實在是加了太多了 你吃下去 馬上就有香菜的味道衝進來 而且是衝著 萬馬奔騰 咬進去的那一刻 都是香菜味 到現在 已經吃完了一整口了 我的嘴巴裡 還都是香菜味 基本上花生粉有點像是 培乘用的啦 沒有什麼花生粉的味道 為什麼會出這種 罪惡的東西 我沒有很討厭香菜 但這個香菜味真的太重了 所以 如果要我給這個聖代做一個評分的話呢 我覺得它真的 只能是 6分 剛剛好及格 如果你不是香菜控的話 我覺得你可能受不了 但如果你是香菜控 那你一定超愛的 可以來嘗試看看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試試看 花生香菜 在掛包烤牛堡 打開來看一下 嗯 嗯 看起來很單薄耶 這個香菜量是怎麼會吃 這是在吃香菜吧 香菜才是本體吧 我們看到裡面的內餡呢 它就只有一片烤肉排的概念 然後 就是一些花生粉 跟爆量的香菜 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然後它的麵包呢 是有簡單做烤過的 應該是沒有抹 美乃滋啊 之類的 就完全用香菜 跟花生粉的味道去呈現 29塊耶 99塊耶 這好像有一點點的單薄喔 而且啊 它的名稱裡面是有掛包的 不過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 掛包裡面會有的料而已啦 所以掛包應該只是一個 它把漢堡皮變成 掛包的一個概念而已 試試看吧 就是蠻好吃的耶 剛剛我們看到這麼多的香菜 但其實 我像第一口咬下去的時候 香菜味道並沒有很 突兀啊 或者是非常的重之類的 它這個烤牛肉塗上這個烤肉醬之後 其實蠻香的 然後再搭配有一點花生粒的這個感覺 比想像中的好吃耶 再吃一點看看 而且俗話說 花生配牛肉就是好吃 不管是在美式的漢堡啊 還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關於美式的料理 基本上呢 它都會把花生加上牛肉 其實不難吃 不過第二口呢 咬到後面 香菜的那個味道就會上來了 它的香菜味道 就有比較突出一點點了 到最後尾韻的時候 香菜的味道會沖上來 這個牛肉雖然看起來很單薄 但其實吃起來呢 還算是蠻香 然後蠻扎實的 但它有一點點微微的乾 沒有那麼的濕潤 不像我們一般吃到的那種漢堡肉排 它比較像是 我們在一般中秋節在烤肉的時候呢 會有的那種烤肉片 稍微厚一點點的烤肉片 但整體來說還不錯 比我想像中的好 大概給我個 8分吧 那如果你是香菜控的話呢 估計可以給到個 9分以上 吃到中段的時候啊 我覺得它的花生粉的那個香氣 會更突出一點 如果整個漢堡都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比我們現在吃到的這個 更美味一點點 其實它大部分的料都集中在中段 稍微小可惜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漢堡王新品開箱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啦 總結來講呢 我自己是覺得 漢堡的部分 稍微偏小了一點點 不過其實漢堡王的漢堡 價格是中高價位 所以漢堡的部分 我覺得其實是還OK的 可以來嘗試一下 但是聖代的部分呢 我就覺得 不太理解 為什麼漢堡王會推出 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組合 實在是吃不太懂啦 但也沒關係 就是推薦給喜歡香菜的人 可以來嘗試看看啦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像我之前也吃過非常多 稀奇古怪的料理 有什麼豬血糕披薩啦 Oreo披薩都有 但他們其實都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好吃一些 唯獨就是今天吃到的這一款呢 我自己本身比較不能接受啦 你很歡迎有來嘗鮮的觀眾呢 吃完在底下留言 告訴我你的想法 稍微吃到你的 說明了 你很會不會去 你喝酒 似乎我 你喝酒 帶你來喝酒 那你喝酒 你喝酒 你喝酒 你喝酒